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又出去寻找猎物 小鹿一声哀嚎 母鹿大为吃惊 哀伤地弯下身来 用舌头舔小鹿 眼泪流个不停 撞击悲痛 最后倒在小鹿身上 不知死去 母鹿被放置在桌台上 许真君提起亮晃晃的刀 大子从母鹿身上往下切 母鹿伤心得连肝都碎了 肠也断了 天哪 我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 竟然做出如此的蠢事 爱得他们悲惨地死去 我真该死 黄天在上 后土在下 我发誓 再也不任意杀身了 一切物类 皆有母子之爱 当生离死别之际 肝肠是何等的痛苦 母鹿因为爱子情深 所以不忍抛弃重剑的小鹿而跑 又因为过度悲伤小鹿之死 以致干脆长断 唉 世间还有比这更悲惨的事吗 许真君后来见举为笑脸 观金阳县令 应敢进朝朝政梦热 唉 如此世道 不如早日 微影三年 哇 好一个山民水秀的地方 仙人 请收我围图吧 我给您磕个响头 这几年 等着师父学到 受益肥起 不想是时候下山历练 师父的大恩大德 今生今世是无法报道 其受徒儿一拜 快快起来 此后愿你能为世人勿恶解难 许真君缓步走下山 道长 我再也不敢鱼肉香米 启压百姓了 给我牢牢记住 哪里跑 小的痴子呀 把你抢来的银子交出来 许真君与靖孝武帝太康二年 于洪州西山得道成真 因为长显灵祭祀 宋帝追封为神功妙计真君 也简称为许真君 或称许金阳 春秋战国时代 群雄分起歌剧 列强雄霸一方 就在楚国 有位大将军 名叫养游鸡 他是一位非常非常厉害的 神射手 神射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 养游鸡随着楚王出巡打电 好一只老狐孙 见到寡人居然无动于衷 来人 养游鸡 把那只不适象的老猿给我射下来 遵臂 大王 还是养游鸡 无人无辜的 他们竟然要加害于我 想当年 我年轻的时候 舍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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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凭你们的功夫还差得远 如今面对天下第一的神射手 看样子我的老命不保了 我真是太难碰了 养游鸡 算了 把剑放下了 遵命大王 感谢楚王 有后生之德 从此以后 楚王取消一切狩猎活动 楚王忍辞 全国百姓皆为赞颂 商朝开国始祖 成汤 是一位勤政爱民 为人处事 上体天心下顺民意的英明人均 有一天 正值风和日历 鸟与花香 成汤成鱼出游野外 此时郊外某处 猎人正在思念张布猎网与陷阱 待布置妥当后 猎人向天祷告 无论从地面来的 优优优独播剧场 或是从空中飞降的 有猎物 看我的厉害 不妙 或是从四面八方来的禽兽 不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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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能从我设下的亡礼及陷阱 让我们满载而归 天太棒了 太夸张了 连老鼠苍蝇都不放过 这 这该如何是好 有了 就这么办 成汤是一位人民爱物的君主 见此其行而于心不忍 但也不便阻止他们打猎 他便将猎网解除三面 只留下一面 并将助导词改为 愿向上飞的快向上逃 太丢脸了 赶快落跑啊 愿向左的快向左逃 愿向右的快向右逃 愿向下的快向下逃 只有不要活命的才进入我的网中 猎人大为感动 便遵从成汤的教化 除了命该绝者才入网中 其余皆令其存活 以此方便成汤教化世人 不可残杀勿命 以减少罪业 用心良苦 真是一位伟大的贤君 春秋时代 宋国有一位贤大夫 名叫公孙桥 自紫彩 他心地仁厚 慈悲伟怀 尤其不爱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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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孙桥 公孙桥 你为何突然原地不动 若有所思 快到朕的跟前来 大人小声一点 您看 我正在等地上的蚂蚁通过 并非和尤其不 Nein 五虞 六虞 避也涉乎 依让而生 下而印 其争也君子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你们有什么问题吗 先生 我有问题 好 请说 请问先生 您觉得子产这个人如何 嗯 他这个人呢 一生热心公义 乐善好施 凡是地方上的事 他总是一马当先 不落人后 无论是造桥 整治河川 或是为人修缮铺路 只要是对百姓有利的事 他慷慨解囊 出钱出力 从不宜迟 又有目标了 老奶奶 走路当心点 我来扶您吧 谢谢 你这个年轻人啊 好酷哦 赢过奖的 这本来就是我该做的 老爷 又有人为了感谢您 送活鱼来 给您补补身子 哦 真的吗 真之前一样 一切照旧 把它放进到 我们家的大水缸里 是的 老爷 我这就去拜 你可以安心地住在这里 他可是我家老爷 专用放生池呢 他就是一位不杀生 爱护生命的人 请问你为何要打听 子蝉这个人呢 诶 这 这 因为他放走我最心爱的蟋蟀 他可是最强的 浙江的温州县 是个物产丰富 经济繁荣的好地方 那里有一位人民爱物 慈悲善良的好城官 他的名字叫做肖镇 他在年少的时候 有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 哎呀 可怜的孩子啊 你的阳寿只能到十八岁 哎呀 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 后来 他父亲奉派就任四川走失 你最近是怎么回事 老是魂不守舍 心不在焉的 来 跟我一起到四川去 那儿山明水秀 环境情幽 自然就可以抛雀烦恼 并除杂念 总是远道而来 大驾光临 功臣仆仆 末将早已恭候多时 特地为您设宴喜尘 好说好说啊 快起身 董事 末将在此先敬您一杯 谢谢 今后还得多劳烦您啊 阿弗 你快过来 是的 老爷 有什么吩咐 咱们四川最有名的玉柱羹 可以上了吧 是的 老爷 小的这就去叫火房准备 奇怪 什么声音啊 天哪 什么声音啊 什么声音啊 好香啊 不愧为四川第一家咬 大家过奖了 真是气死我了 你们竟然为了贪图口腹之欲 让牛受如此酷刑 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父亲 且慢 父亲 您知道这碗羹是怎么做的吗 他们是用烧红的铁块 自定乳流的乳黄 让乳汁流出凝结 张元帅 你马上撤掉这道什么老十字月柱羹 是 是 小的 马上去办 阿弥陀佛 善哉 善哉 孩子 你心地善良 做了一件大阴德 不但免除了妖兽 而且还可以长寿 官智宰相 希望你多多爱护生理 在乡下地方 有一户张姓人家 他们慈悲善良 勤俭持家 自力更生 却从不猎杀动物 都是靠耕作 或做些小手艺 来维持家绩 小心点 不要跑远了 我知道了 维持家细地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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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征 audio 诶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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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啊 有猎人呢 快 快躲进来 喂 你有看到一只鹿跑过来吗 没有 奇怪了 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走 到那边再找找 好险 没事了 可以出来了 猎人已经走了 再见了